小乐高大乐趣欢迎来到坏曲的乐高仓库 前几天我们做了乐高起55515玩遍小黄人 那玩遍小黄人里边的这一个凯文呢 是可以把它拆掉再重新做成鲍勃的 来我们今天就把它给拆掉来做成一个鲍勃 看一下走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我们这一个小鲍勃完成了 这个鲍勃明显个头比我们之前搭的斯图尔特 还有凯文似乎要矮上这么一点 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睛是双色的 手里依然可以做出赞的这么个姿势 看到这个赞别忘了给我们的视频 点个赞 反过来把他的背给打开 打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到鲍勃的练功房了 你看这练功房这里有个牧人庄 然后旁边有各种的兵器棍啊 刀剑啊等等 这边的抽层看上去也非常像传统的那种木抽屉 木柜木抽屉 墙还用的是曹文砖 看上去模拟出了墙面的感觉 上面这边鲍勃的名牌在这里 然后当中的旋钮呢 依然是可以控制他的眼睛来旋转的 你看旋转出来还非常的有意思啊 最后再搭配我们鲍勃的这个人仔 把鲍勃的小人仔带上斗笠 鲍勃就可以去练功了 好了 到这个视频 我们乐高小黄人755551的所有形态就已经完成了 一共三个小黄人的形态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后面乐高新的小黄人产品上市之后 坏雪也会继续购入做出来 来给大家一起看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简单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